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今天是8月24日 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 今天华尔街日报登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IoT认为这个值得每一个在做投资理财或者在做投资的网友高度关注 他实际上在做一种科普性的分析报道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投资指数基金便宜 而且还简单 为什么那么多的投资者还是搞砸了呢 相信很多网友都会有这个疑问 因为巴菲特在过去几十年 他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他说对于那些投资新手 假如你不懂投资 假如你没有一些专业支持 那么你就闭着眼睛买指数基金好了 指数基金是最稳定的风险最小的这种投资标的 那么事实上也是在过去几十年 美国的这个股指呢是节节攀升 尽管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所谓的危机 或者是一些波浪 但是指数基金被公认为是一个最安全的投资产品 但是很多网友呢也按照巴菲特指明的方向 也做了指数基金的投资 但是最后呢仍然大部分人没有挣着钱 那么华尔街日报今天呢 他就解释这个现象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 LT曾经呢也思考过这个问题 但是呢并没有答案 那么这个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还是很有水平的 他是这样来揭示的 这些试图匹配而不是击败市场回报的投资组合 通常收费极低 税负也较低 如果你购买了几只指数基金 持有数十年 并且从不进行其他操作 你可能会表现忧郁几乎所有试图通过交易击败市场的人 包括大多数专业人士 你看这句话呢 他实际上也是在阐述巴菲特的那个观点 就人们在做投资行为的时候 总觉得自己脑袋比别人大 自己脑袋比市场厉害 与市场斗 与其他投资者斗 但是斗来斗去 不管是在美国市场还是在中国市场 大多数人都是亏损的 而你选择投资这种指数基金 而且几十年放着不动 你会被动的挣钱 那么这种投资呢 他并没有想去战胜谁 他也没有想去与市场做搏斗 他只是跟随市场来分享市场自然上涨的一种红利 接下来华尔街日报他这个观点就很重要了 他说这么做有什么乐趣呢 就是我买了指数基金之后 放在那边几十年不操作 这样做有什么乐趣呢 这是人们的本能 文章描述称 你能忍受一生中在聚会上听别人炫耀 他们交易如何成功 而你只能够嘟嘟当当一句 我持有指数基金 十年没有做过任何交易 那么多数人呢 是不干预这样一种啊 没有在市场上啊 去显示自己的智慧 去显示自己勇气 所以华尔街日报他接下来他就得出这样的结论 难怪指数基金有时会让人忍不住想要进行交易 新城公司的一项新研究显示了这一点 每年成星公司都会估算共同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 也就ETF的回报 与其投资者作为一个整体获得的回报之间的差距 共同基金或ETF的回报是按投资者在测量期开始时买入 在投资所有收益或者资本增值并从不套现的情况下计算的 然而这并不是大多数投资者的实际行为 那些买入并持有的人起投资回报将接近基金报告的总回报 而那些高买低卖的人起投资回报将低于所持有的基金回报 截止2023年12月31日的10年期间 成星公司发现投资者整体上每年获得平均回报为6.3% 比他们所持有的共同基金和ETF回报低1.1个百分点 至于成星公司和其他学术研究早期发现是一致的 共识很明显 投资者通常表现不如他们的投资基金 不仅在共同基金和ETF中如此 在对冲基金和股票中也是如此 至少一定程度上的差距几乎是不可避免 在大多数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内股票都会上涨 逐渐投入资金意味着长远来看 你的表现会落后于基金 因为你并没有从一开始将所有的资金投入市场 即使你是一个纯粹买入并持有的投资者 从不追出热门回报 或在市场崩盘时恐慌性的抛售也是一样的 然而太多的投资者缺乏耐心 经常重仓市场的载幅板块 由于指数基金更便宜 并且比主动管理基金更少的偏离基准 已成为这些短线投机的首选工具 与追踪整个市场的基金相比 行业指数基金瞄准更庞大的收益 或关注更令人兴奋的主题 成兴公司首席评级官兼研究的主要作者 普塔克说 例如科技选择行业去年上涨了56% 但2022年下跌了28% 那么讲的这些可能华尔街日报 他认为观看这个文章的人是有一定的投资的基础的 所以对于完全小白的网友 可能你越听越糊涂 他究竟在说什么事 他实际上在说两个事 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网友听了巴菲特的话 去买指数基金 但是最后投资效应并不理想 那么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 他通过一些大的机构 几十年的分析的经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明明指数在涨 为什么指数基金投资者大部分又是亏损 就两大原因 第一大原因是只有极少数人购买指数基金的网友 会长期持有 他们在过程当中遇到一个风吹草动 要么是买入 要么是卖出 那么就破坏了这种投资纪律 你包括08年金融危机大跌 但是呢 美国历史上是这样的 任何一次股灾级别的这个市场大跌 它都会在半年之内恢复 但是在出现了股灾的时候 人们出现一种恐慌 都在怀疑人生 所以很多人呢 会经不起这些风浪 同时呢 这些长期持有指数基金的一些网友呢 看到市场啊 很火爆的时候 就不相信这个指数基金了 就嫌指数基金回报低了 就去变着法去做一些其他的投资 或者对指数基金的投资去增加一些杠杆行为 那么一旦指数基金没有出现那样一种火爆的收益状况 那么就会让这些投机心态 急功心态的网友呢 出现重大亏损 就他认为指数基金的投资者不能够挣钱 最主要的原因是耐不住寂寞 遇到风吹草动 去做一些自以为是的买卖 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因 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 也是这篇文章的水平所在 就买指数基金 实际上你并不是买的覆盖面很大的这种指数基金 因为他指数基金呢 他把它细分成为各个板块 甚至细分成几个种类 那么当投资者在选择指数基金的时候呢 就愿意选择那些很热门的板块 你比如说目前的人工智能 就愿意选择一些自认为回报很高的板块 那么网友们可能都会知道 没有一个板块会持续火爆的 它都是风水轮流转 那么你如果去压注 或者是专门去追逐这些热门板块的话 那么你一定会容易掉进了 这些板块降稳以后的指数基金的这个衰落 所以华尔街日报他认为这第二个原因 为什么巴菲特说稳赚不亏的 为什么那么多人去亏呢 就还是你太贪心了 在指数基金相对安稳的这种投资当中 有些人呢又过于去追求热门板块 或者回报率更高的所谓的指数基金板块 那么这两个发现或者这两个教训 LT认为是值得对投资感兴趣的网友啊 去认真琢磨的这个理念 实际上你还可以带到你购买投资的理财产品 股票债券这种逻辑呢 他都还是有一些积极意义的 第二条与网友分享有关美国大选的两个最新的信息 第一个呢是美联社的报道 标题是独立第三方总统候选人 小罗伯特肯尼迪暂停竞选 转而支持川普 独立总统候选人肯尼迪宣布暂停竞选 转而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川普 这位来自著名的肯尼迪政治家族的第三方总统候选人 对疫情记者说 我内心深处不再相信自己有一条通往选举胜利的现实路径 他补充说 我不是终止竞选活动 我只是暂停活动 他解释说 他不想帮助民主党人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现任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肯尼迪表示 他在十个州可能成为搅局者 他的名字将会从选票中删除 但在其他州 他的名字将保留在选票上 他说支持者可以安全的投票给他 而不会有帮助民主党的风险 肯尼迪星期四提交了退出亚利桑那州选票的文件 亚利桑那州可能是决定11月总统大选结果的摇摆州之一 肯尼迪在凤凰城对聚集在一起的听众说 我加入川普团队将是一个艰难的牺牲 但他补充说如果他有机会在一个共和党政府中结束他所认为的美国儿童慢性并浪潮 那将是值得的 肯尼迪说 在一个诚实的制度下 我相信我本可以赢得选举 他说川普承诺通过谈判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这就足以证明我支持他的竞选是合理的 那么这个肯尼迪呢就是前总统肯尼迪的侄儿 他最初呢是以民主党的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总统竞选 但去年的十月他退出民主党作为第三方独立候选人参选 这个小罗伯特肯尼迪呢是约翰逊肯尼迪总统的侄子 也是前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儿子 这两个人呢都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被刺杀 肯尼迪呢受益于那些对拜登和川普再次对决不感兴趣的人 那么自从拜登退选 哈里斯代表民主党参与总统大选之后 肯尼迪的这个支持率呢就下降了一半 那么从这个数据呢你能够感受到 就肯尼迪支持川普 他会带走原来支持他的选民呢 可能会带走一半的人 所以算大数的话 他对川普与哈里斯的这个竞争呢 影响不会太大 肯尼迪呢他最近民意支持率急速下降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呢是 他前不久啊爆出一个很大的丑闻 他曾经呢在纽约打死了一个很小的熊 那么他打死之后呢 他做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一个举动 他就趁着天黑啊 把这只熊呢打死的这个熊呢 他扔到了纽约曼哈顿的中央公园 而且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出现了一个被打死流着鲜血的这个熊 成为啊纽约的一个大新闻 而且呢这么多年人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那么为什么在最近这个事又曝光呢 是肯尼迪的这个亲朋好友啊 把肯尼迪在家里边说的那一段话录了像 把这段视频呢发布在网上了 这个震惊了美国社会 特别是纽约的市民 那么科项尔之就这件事对肯尼迪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除了不诚实之外 这个给纽约市当时也带来恐慌 因为假如你中央公园出现了熊的话 那就中央公园就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了 包括中央公园周边的一些居民都不安全的地方了 所以这个有点像恶作剧 第二个方面有关大选的最新新闻呢 是美联社有个报道 利基海利表示孤立主义政策不健康 同时表示支持川普 那么大家都知道周末呢 一般西方的主流媒体都休息 没什么大新闻 但是呢 今天美联社呢 还报道了这么一个大新闻 是因为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呢 目前正在台湾访问 他今天在台湾的一个演讲 涉及到美国的大选 所以被美联署呢 作为一个重要新闻来报道 报道这样描述的 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海利 周六在台湾访问时表示 孤立主义政策是不健康的 并呼吁共和党与盟友站在一起 他是指美国的盟友站在一起 同时仍然为该党提名人川普说好话 海利在台北告诉记者 支持包括乌克兰和以色列在内的美国盟友 至关重要 他强调了台湾的重要性 称若有必要将以武力帮助台湾 海利说 我认为孤立主义的方法不健康 美国永远不能坐在泡沫中 认为我们不会受到影响 虽然美国没有正式承认台湾 但它是该岛最强大的援助国和主要的武器供应国 然而川普夺回总统职位 尝试加剧了担忧 川普在7月份发表的彭博商业周刊采访中表示台湾应该为美国保护付出代价 并躲过了它是否会保卫该岛免受中国可能的军事行动的问题 海利在结束共和党内的竞争时 他没有立即表示支持川普 但在5月份他改变了立场 他说他将投票给川普 今天他在台湾继续表达对川普的支持 他说之前曾在川普政府的任职中 我们确实展示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力量 他说我认为我们表现出的所有力量 都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战争的原因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入侵 我们没有看到那段时间发生的任何伤害 我认为川普会把他带回来的 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有关乌克兰局势的最新的信息 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美联社的报道 标题是乌克兰的独立日 哲联斯基放狠话 俄乌交换战俘 乌克兰独立的当日 该国总统哲联斯基誓言 要让俄罗斯知道什么是报应 并签署了多项针对俄罗斯的法律 此前一天 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的军援 制裁支持俄罗斯战争的数百家实体 包括42家中国公司 乌克兰周六迎来了该国第33个独立日 乌克兰总统资林斯基发表视频表示 俄罗斯试图摧毁乌克兰 但战争如今却回到了俄罗斯的领土了 战争斯基透露这是俄罗斯发动侵略乌克兰战争以来 首次有乌克兰的正规军开进俄罗斯本土 战争斯基称乌克兰再次让世人感到意外 他誓言将让俄罗斯知道什么是报应 他还称俄罗斯总统普京为红厂上的病人 不断用红色按钮威胁所有人 在基辅的索菲亚广场 战争斯基与波兰总统杜达和立陶宛总理西蒙尼特 共同参加了独立日官方庆祝活动 他还当场宣布了乌克兰军队成功测射了一种新型的无人机导弹 乌克兰的科研能力还是很强大的 第二条相关信息是路透社的报道 标题是莫迪会见战争斯基呼吁俄乌尽早对话 印度总理莫迪周五在基辅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杜达斯基 这是自乌克兰1991年脱离苏联以来 印度领导人首次访问基辅 莫迪此次访问是因杜达斯基的邀请进行的 几周前莫迪刚刚在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杜达斯基对那次访问感到愤怒 莫迪在会谈前向记者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表示 他来到基辅是为了传递和平的信息 并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尽早对话 莫迪称只有通过对话和外交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道路 我们应该毫不犹豫的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双方应该坐在一起找到摆脱这场危机的办法 莫迪表示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争中 印度并不是一个中立或无动于衷的旁观者 我们站在一边 我们坚定的支持和平 会谈后莫迪和泽连斯基签署了农业 食品工业 医药 文化和人道主义援助等四个领域的双边合作协议 会谈前 两国领导人参加了多媒体纪念 展览 缅怀在与俄罗斯冲突中上升的儿童 那么第三个相关的信息呢 这是路透社的报道 标题是 俄罗斯乌克兰各交换了110名囚犯 今天在阿拉伯联合球场国担任中间人的调停下 俄罗斯与乌克兰周六从双方交换了115名战俘 这是自乌克兰8月6日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发动突然袭击以来的首次战俘交换 据俄罗斯国防部称被交换的俄罗斯军人是在库尔斯克地区被俘的 所有被释放的俄罗斯士兵现在都在白俄罗斯 他们返回俄罗斯后将接受治疗和康复治疗 俄罗斯国防部对阿拉伯的促进囚犯交换方面的作用表示感谢 乌克兰总统哲雷斯基也发出了一张乌克兰战俘被该国蓝色和黄色旗帜包裹的在一起的照片 彼此拥抱他说返回的是来自边防军国民警卫队海军和武装部队的军人 那么这个新闻就很有意思你能够看到乌克兰占领这个库尔斯克之后 马上就见效了马上就有效益回报了 因为刚刚在库尔斯克抓的战俘就能够换回乌克兰人来了 而且这次乌克兰在库尔斯克抓的战俘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 特别是昨天与网友分享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 就目前还有3000人在围困当中 乌克兰人也在搜网 还会捕获大量的俄罗斯的战俘 那么有关注这个事件的网友 希望能在评论区及时与大家分享这3000人的下落 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有关日本新首相竞争的最新的信息 我们分享这个日经新闻的报道 标题是自民党选举民调变第一小全8月30日宣布参选 43岁的前环境大臣小全静次郎 已超越自民党前总干事长石炮莫 被认为最适合下一任自民党总裁即日本首相 日本放送协会NKK23日也报道 小全静次郎将于30日正式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 日经新闻与东京电视台于21日22日11日紧急民调 全体民调显示小全静次郎以23%的支持率排名第一 排名第二的是前知名党干事长石破茂 支持率为18% 排第三的是日本经济安全保障大臣高市找苗 支持率11% 排第四的是前日本经济安全保障大臣小林英之 支持率8% 排第五位的是数位大臣河野太郎支持率为7% 民调也调查了支持知名党的民众以及五党派民众的看法 单从支持知名党的民众来看 也就是说知名党的选民小全静次郎呢 以32%的支持率位置第一排第二的是高市找苗 15%排第三的是石破茂14% 而五党派的民众当中呢小全静次郎的支持率也以20%的支持率为首位排第二的呢就是石破茂支持率17% 石破茂是24日宣布参选 河野太郎呢计划26日宣布参选 小全静次郎30日宣布参选 那么这意味着2021年大选当中组成的小石和联合联盟呢破裂 因为当时他们的三个人呢是在联合在一起 那么现在都各自飞了 那么报道中提及呢小全和河野太郎都在争取前首相麻生太郎的支持 因为麻生派是知名党目前唯一留下的派法 相比其他已解散的派法掌握了不遗留失的54张议员票 那么河野太郎他本身是麻生派的这个代表 所以麻生太郎支持谁 差不多可以决定谁是下一任的日本首相 那么LT对这个新闻呢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 在目前呼声最高的三个潜在的下一任日本首相当中 LT是最不希望这个石炮帽能够当选 因为这个人呢他最近去访问了台湾 他是表达一种支持 中国方面也表示反对 但是他在台湾谈话的观点表露出来 他还是一个老派的观点 他还是在中日关系啊 没有发展到今天这种状况的观点 就他对中共来讲还是抱有幻想 所以从这点来讲 LT不希望石炮帽能够胜选 那么从目前民调来看呢 党内的民调 第一的很稳定的是小全 第二呢是高市早苗 这两个人LT认为的都希望 这两个人能够胜选都乐观启程 小全呢给大家介绍一个背景 他原来是日本前首相小全的儿子 而日本前首相小全呢是让中共最头疼的日本首相 他让中共呢不满到什么程度呢 不满到绝望 而且当时是王毅在驻日本的大使 就中共对小全绝望的什么程度呢 就感觉小全这个人呢 你不管软的硬的 他都不吃那一套 中共拿他一点办法没有 后来中共的决策层呢 就做出了一个判断 算了不指望小全了 只能等小全哪一天下台 我们再来跟日本谈 就小全让中共无能为力到了怀疑人生的地步 所以在这个小全的儿子能够在日本政坛受到这样的关注 是人们都还是很怀念小全当日本首相的时候 他确实有一种啊 大国的这样一种影响和姿态 就日本非常独立 高斯早苗呢 他应该是在目前日本政治人物当中 最能够理解或坚持安倍的政治主张的人 所以LT也乐意看到啊 高斯早苗能够脱颜而出 所以我们关注日本选举 也有关注美国大选一样 就选情是一回事 人们的愿望是另外一回事 就你希望谁当选 于他是否具备这样一种啊 民意是两回事的 所以LT还在观察日本选民 对这次啊 领导人更换的民意的一些变化 也欢迎生活在日本的网友呢 在评论区为大家分享一些最新最直接的信息 第五条由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是今天中国澎湃新闻那个报道 报道标题是 天才少年朝元进入伯格利任教 陈霍峰石墨西驾驭者 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 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第九篇论文的大陆天才少年 朝元 根据最近自然杂志啊 官网的这个介绍 他已经担任了加州大学 博克莱分校的研究物理电子学领域的教授 而且专注于扭曲电子学 这个朝元呢 他的确是非常了得的 非常罕见的这样一种啊 天才 他是1996年出生 四川成都人 2010年呢 14岁 朝元就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并入选 盐济词 物理英才班 朝元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期间 先后两次荣获新创校友基金会设立或资助的海外交流奖学金与公罗奖学金 2014年 他到麻省理工学院读研究生 2022年获得博士学位 从2021年到2024年 朝元在哈佛大学担任初级研究员 此后加入伯克利 朝元个人网站上显示 他专注于扭曲电子学 材料中的电子学与扭曲的研究 他在网站上自我介绍 我的兴趣和专业非常多样 涵盖物理学 电子工程 奈米技术和电脑科学 我也是电子黑客 天文摄影和小提琴爱好者 2018年 朝元因发现石墨西超导角度 轰动了国际学界 开闭了凌聚态物理研究的新领域 成为《自然》杂志自149年以来 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的最年轻的中国学者 那么之所以分享这篇报道 LT想用网友谈两个观点 就第一 中国的确有一些天才 的确有一些超乎一般人的这样一些能力的一些人 而且很多这种优秀的人才 他会到美国来 这个就是我们在讨论 美国会不会目落或者中美争霸或者竞争 怎么看美国 你从这个朝元这个案例你能够看出来 就美国你只观察一个现象 就科技的英才 这些超人类的这些天才 会不会继续流向美国 如果继续流向美国 那么美国的这种罢属地位 无人能撼动 LT在观察 尽管美国政治一直在瞎折腾 但是美国对全世界人才的吸引力 到今天为止 仍然是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接近的 那么究竟美国究竟有什么吸引力呢 坦率来讲 能给出美国人的工资 待遇的国家非常多 包括中国也能给 但是你唯一不能给的这个条件呢 就是美国对待这些优秀人才的一种环境 它不光是待遇问题 包括美国的投资者 愿意为这些基础科研 或者为这些天才去投资去加持 你包括欧洲的一些科学家 到今天为止仍然在留下美国 所以这是一个美国以外的网友 很难体会到的一个现实 就美国仍然是全世界的创新中心 科研中心 而且这种地位目前并没有受到动摇 第二个想要与网友分享的观点 就中国的这些天才 到美国来是否会可惜 或者对中国是不是一个损失 LT认为呢 你站在更大的视角 站在人类的科学发展这个角度来讲 就哪个地方有利于天才的发展 就应该鼓励天才去哪个地方 你像曹元 他如果真的就留在中国 或者留在清华北大 他能不能有今天这个成就 非常难说 LT在很多年前 也在伯克利遇到一个中国的天才少年 而且与那个天才啊 进行了沟通 他现在还在美国 那个少年呢 他是也是少年班 中国大少年班出生的 也是学这个自然科学的 那么当时我就问他 为什么跑到伯克利来 他当时讲的话呢 LT当时听了之后还反应不过来 他说伯克利请他来 伯克利认为呢 经过伯克利的调查研究 伯克利认为的那个小孩呢 他未来是具备有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这样一种潜质和能力 所以伯克利把他弄到美国来 从一开始按诺贝尔奖的这种科学家的待遇来给他配置科研条件 包括他的助手 都是些很有名的专家 那个小孩还是很自信的 他也没感觉的是受宠若惊 他举着他也就是能够拿诺贝尔科学奖的 所以他成为美国啊 非常顶尖的天文学家 所以你看中国有没有这样一种环境 这样一种条件 有没有这样一种不基于一个江人才的力度呢 这个也很难 所以中国的天才流向美国呢 他还是有一些内在的原因的 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是中国第一财经的一个报道 LT认为这个报道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关注 就看到别人摔跤啊 要吸取教训 有些人呢总希望通过自己摔跤来总结经验教训 那个是很愚蠢的 你尽量别人摔跤的你能够吸取教训的 这个是最最聪明的 他这篇报道的标题就是 有投资者在招商银行的应用软件中 买一百万的理财产品 仅收回一万一千六百元 那个投一百万回收呢 连本贷利益只剩一万块钱了 百分之一了就亏了百分之九十九 那么这个是不是很容易亏呢 或者是不是这个投资者很愚蠢呢 他这个报道就想解释 在中国上这种当 或者有这样一种啊 惨痛结果啊 他并不是很愚蠢的人 也并不是被谁所骗 他就是有很多这样市场的陷阱 所以大家值得来了解这么一个案例 这个新闻的来源是来自于广州的时代周报 时代周报报道中 他了解到一个法庭公开的这个案件 就杭州西湖区近日呢 因招商财富管理有限公司的肃请 对两家隐私公司启动了辞行立案 他就招商银行的这个投资机构啊 要起诉两家隐私公司 那么为什么招行要起诉这两家隐私公司呢 就牵扯了这篇报道的主角 杭州一位姓徐的女士 这位女士呢 她是指控招商银行 就招商银行呢 被人家指控了 现在招商银行 她在追下家 这个徐女士怎么指控招商银行呢 她是通过招商银行的官方的应用软件 购买了一百万招商财富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 最终资金投向了上述两家隐私公司 目前徐女士呢 一百万理财的本金 仅仅收回了一万一千六百元 那么这份判决书上显示 这位徐女士呢 是从招商财富买的 新顶名四期资管计划产品 就是投到这个钱的是投给两个拍电影拍电视的项目上 那么由于那个拍电影的两家公司呢 现在已经破产了 所以这样导致这个所谓的发行的这个基金呢 也血本无回 那这个徐女士她为什么要起诉招商银行呢 招商银行说我就是一个售卖平台 你怎么能找上我呢 那么在通过法庭文件 她就揭示了 这个徐女士啊 并不是不了解情况误买了这个投资产品 是因为招商银行 她从广告到她推销的一些书面材料 她都是这支基金的股东之一 她还并不是卖这个产品 所以徐女士认为她被骗的是在哪呢 是从头到尾都是你招商银行 以你招商银行的名义在推销这个产品 而且你也是这个产品的股东 而你宣传的那个回报与实际出入太大 你就有虚假宣传欺骗的行为在里面 那么目前呢 这个徐女士呢 她并没有通过这种啊 司法诉讼呢 能够挽回自己的损失 她目前还在申诉期 那么这个案例呢 实际上她给我们提供一种教训 特别生活在中国的网友 你不要相信那些大银行 甚至是国有银行 他们都收了一些理财产品 即使是他们用银行的信誉来担保 这个大家都要小心 因为这种啊 理财产品与银行之间的利益关系是非常隐秘的 像招行呢 他这次被人抓住把柄的是因为他在基金里面有股份 就即便有一些银行 他卖的理财产品 他本身没有在这个基金里面有股份的话 你也不能够掉以轻心 因为银行与这些基金之间有高额的这种回报合作关系的 就不管基金的亏盈银行是要挣钱的 所以银行有这种利益的诱惑 他们就会拼命的夸大这些投资理财产品的回报和安全性 所以除了接受徐女士这个教训 要分清这个银行与基金产品之间的关系 要防备之外呢 就即便是没有这样一种股权上的关系 也要小心这些银行与这些理财产品之间的利益联系 一定是有利益联系 他不会学内风的 所以说对于银行宣传的投资理财产品 一定要慎重 特别是高回报的理财产品 一定是有高风险的 银行的人都受这些理财产品 一般他都是这个套路 上一期回报率很高 你看甚至把别人的一些账单拿出来秀给你看 因为不同时期 不同的产品 他会有不同的风险 所以最近中国很多基金公司破产 很多大的基金公司老板跑路 实际上这些新闻背后呢 都是这些像许女士这样的一些普通投资人的亏损 你看一百万剩一万块钱了 这个还是很触目惊心的 美国也一样 美国也是这样的 你看大家都很了解的 马赤队的著名球星邓肯 邓肯两亿多美元就打球 挣的收入 他的球星 收入也够 两亿美元最后交给理财公司 最后只剩下一百多万 就整个把他一生的 这样在NBA挣的钱的 全给他亏完了 但是人家 这个投资公司 这个代理人 服务商 人家是赚的 让邓肯眼睛发绿 人家挣了大钱了 而且呢 后来去起诉打官司 后来讨回来了 一千多万 但是大部分钱呢 他就是无法收回 就是亏掉了 所以很多网友呢 没有去选择股票投资 债券投资 选择这种所谓的理财产品 认为很安全 我也不贪心 我也少挣点 你只要想挣钱的地方 一定都有风险的 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 华尔街云报的一个报道 这个报道还是很有意思的 他报道标题就是 习近平为什么要发动这场贸易战 这个标题 看着LT看着就有点发懵 因为习主席呢 一直在应战的 贸易战是川普发动的 怎么现在弄弄弄弄 七弄八弄弄成了习主义 发动贸易战 我们来看看 他这篇文章是怎么报道 他有什么逻辑 合不合理 报道这样描述的 欧盟建议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 至少五年 中国呢 就发出了反制措施 其他国家也受到 中国产能过剩的影响 而提高关税 或进行反倾销调查 华尔街日报认为 中国应对经济的疲软 加大投资制造业和过大出口 令人担忧 引发新一轮贸易战 据中国政府的政策顾问 以及曾向中国官员提供 咨询意见的人士表示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 导致整体经济出现了几十年来少见的困境 中国领导去年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要求官员 加大力度推动国家主导的制造业模式 并为此提供庞大的新补贴和信贷 习近平在去年底 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要先例后破 这个先例后破 RT一直也没搞懂究竟什么含义 就中共他总有一些这样很玄妙的一些词 有各种解释 那么华尔街日报啊 美国人怎么理解习主义这么不明觉厉的先例后破呢 他是这么理解的 他说习近平讲的这个先例后破啊 就是要显示打造中国希望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 例如电动车半导体和绿色能源 同时保持中国在钢铁灯老行业的传统优势 至于产能过剩问题 但日后在意 你看这个还是很有意思 美国人他理解很简单 你政治上什么先例后破啊 这个我们也没法去考证 但从目前的行为方式来看 习近平的先例后破就是先把生产搞上去再说 先把市场份额占了再说 至于全世界喊打的贸易纠纷产能过剩 以后再说 这个叫先例后破 这个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理解 有中国政策顾问说 习近平的思路有两条指导原则 第一 中国必须建立一套全方位的供应链 以便在美国和西方国家严厉制裁下 能够保持国内经济的正常运转 随着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产业安全成为中国稳定的核心 就是要自给自足 第二个原则呢 习近平反对美国式的消费 认为是浪费 这使中国除了投资出口来稳定疲软的经济和创造就业外 以弥补国内建设的损失之外 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也就是说习近平他不愿意增加人民的收入 他不愿意去刺激人民的消费 他认为那个是浪费 那怎么来解决中国的经济的低迷呢 他认为是增加出口 增加制造业来创造就业 那么至于产生的这种倾销啊 贸易摩擦以后再说先破后先利后破 那么为什么习近平要坚持否认这种产能过剩呢 华尔街日报他进一步分析 否认产能过剩的目的在于避免西方的报复 如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获得了大约7.9亿美元的补贴 是2022年补贴的两倍 其他获得补贴较多的企业 包括中国石油 中国移动和汽车制造商的比亚迪 中国增加产能 但国内需求不足 如中国增加每年4000万辆汽车的产能 而中国国内呢 每年只能够销售2200万辆 中国预计 今年全年占全球乙锡和丙锡等基础化工 产品新增供应量的80% 但中国市场此类产品价格已连续19个月下降 报道称 中国将大量未能内销的产品出口 令世界其他地方受到冲击 不过 随着近年来中美贸易关系紧张 中国经济走软 习近平越来越关注如何确保中国 一旦与美国发生冲突 也能够生产所需的一切 而中国官员极力否认存在产能过剩 是不想于欧美采取加征关税或其他报复性的措施 那么这篇文章 华尔街日报呢 它还是有它的一套逻辑体系的 就第一 习近平为什么在全世界喊打的情况下 他仍然一意孤行 要增加中国的过剩产能 就明明已经过剩产能 他为什么还要去增加 那么习近平的逻辑呢 是因为国内消费不差 同时认为美国市的这种消费 或者用消费推动经济呢 这个是浪费 所以习近平认为他很聪明 就是我们尽量去生产多的产品 卖给外国人 这个就既不浪费 也能够有人消费 就是让全世界来帮中国度过经济难关 这个是习近平的他的一套逻辑 那么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 给我们带来最有冲击力的呢 是两个方面的观点 就第一呢 是美国人呢 在于中国打了六年的贸易战之后 突然醒悟过来 究竟是谁在跟谁打贸易战 或者究竟谁是贸易战的主体主动一方 就美国人呢 六年之后啊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 他终于想明白过来了 因为在这之前 中国舆论 包括美国舆论都认为是川普挑起了贸易战 为什么挑起贸易战呢 是川普先增加关税 那么华尔街日报他这个逻辑呢 他突然让我们意识到啊 我们都在一种错误的思维的方式下 因为增加关税是贸易战的最后一步 就是你首先是贸易不平衡 首先是过剩产能的输出 然后防守一方来增加关税 你看在过去六年呢 人们都一直认为是美国挑起贸易战 美国媒体也认同这种看法 那么只有华尔街日报这一次把这个道理说清楚了 美国为什么要制裁中国 为什么要增加关税 是因为他承受不了中国产品的这种倾销 低价倾销 低价产品的除了挤压了其他国家的产品市场之外呢 同时他也掠夺了其他国家的就业机会 因为你都买中国产品的话 那最后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 这些行业的全世界工作机会都会流向中国 所以华尔街日报他解释究竟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 他是第一次在美国主流媒体里边 他点明这样一个现实实际上是中国是习近平在发动对全球的贸易战 就美国的贸易战只是一种啊被动的应付或者是事后的修补而已 这个还是很有冲击力的 相信在这篇报道之后 美国西方对中国的批评会升级 因为在之前美国只是感觉不舒服 欧中文人呢只是感觉不爽 但是还没有意识到中国的这样一种产能过剩的输出啊 他就是在贸易战 他本质就是贸易战 中国是发动贸易战的主动一方 所以这篇文章还是很了得 第二呢这篇文章很具有冲击力的呢 是他把习近平的这样一种啊 先例后破 以及为什么一意孤行要输出这种产能过剩 他把这个逻辑把它讲清楚了 就在之前人们也知道习近平是怎么想的 因为他为了救中国经济 国内循环不行 他就依靠国外循环 而且国外循环能够打通的话 也能够促进国内的循环 你比如说只要国外买中国人的产品 中国人的制造就会更发达 就会有更多人在制造业区就业 就有更多人会拿到工资 他呢把所有的宝呢 就压到国际市场能够救中国的经济 本来中国经济大体也是平衡的 并不依赖外贸的 为什么目前特别依赖外贸呢 主要是内需这一块突然出现断崖式的这样一种危机 房地产危机 包括地方政府的负债的危机 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 怎么解决这三大危机 习近平呢 他就下了一个很大的赌注 他认为靠制造业能够弥补房地产的这个危机 那么制造业产能多了怎么办呢 中国人消化不了怎么办呢 卖到国外去 你看中国汽车每年销量2000多万辆 现在人家搞到4000万辆 4000万辆还要增产 尽管习近平他一直宣扬中国的政府可以干预市场 中国的政府这只无形的手强大有力 可以解决市场的这个缺陷 那么他解决的办法就是 中国以外世界其他市场必须消化一半以上中国的汽车产品 那么国际市场如果不按习主席指明的这个方向 不按习主席的要求消化掉中国这些产品 那么习主席这个先例后破 这个完美的计划就会破产 那么事实上呢 习主席这个计划他就是行不通的 短期内还问题不大 你如果长期把这么大的产能过剩 亚宝在西方帮你消化 亚宝在非洲帮你消化 亚宝在东南亚帮你消化 这个是非常不现实的 就正如前天与网友分享 欧洲首席这个外交代表布列尔的观点 美国开始堵中国的过剩产能的输出 欧洲为什么必须得跟进呢 你如果欧洲不跟进不加关税来挡的话 像洪水一样的 美国这边挡住了 他就往低地方流 就会流到欧洲 那么欧洲也得挡起来 那么美国欧洲加了关税 阻挡了之后呢 中国的这些过剩产能 他就会流向南美洲 非洲 东南亚 那么一旦这些国家 感觉到困难的时候呢 他们也会弃墙 也会增加关税 那么最后就会封堵 这种过剩产能的输出 所以习近平这个完美的先例后破啊 是走不通的 所以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 LT认为还会进一步发酵 还会在美国欧洲 会引起巨大的反响的 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